粉丝询问发生车祸 强制险过期 很担心 不知道怎么理赔给对方 强制险过期 发生事故可以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理赔 理赔的内容跟强制险是一模一样 没人死亡理赔200万 失能分成15级205项 依照失能残废等级理赔5到200万 受害者申请理赔需要减负 受伤治疗期间的医院或诊所的诊断书 副本收据 骨折要减负X光片的光碟片 报案三连单 事故的照片 初判表 身份证证版面 刑照 驾照 存折影本 法院判决书或者是和解书 受伤或住院的医疗理赔项目有 1.治疗期间的医药材料和符具 费用最高2万元 2.住院病房费一天最高1500 3.住院期间膳食费一天最高 180元 4.救护车及随行医护人员依照实际合理费用 5.搭乘计程车或自用车 往返住家和医院诊所间合理交通费最高2万元 6.伤势严重需要看护照顾 由亲友照顾也可以申请理赔 每天1200最高不能超过30天 7.一支以上支或一下支最高5万 8.一尺一颗最高1万 缺损5颗以上最高5万 9.一眼一颗最高1万 所有的医疗给付最高限额是20万 9.因为没有投保强制险要申请特别补偿基金 可以向各家产险公司代委办理 检据以上的文件 9.假设你忘记投保强制险 受害者申请特别补偿基金的理赔 9.你将会被代位求偿 9.不论你是拥有汽车机车 或者是微型电动二轮车 都必须投保强制险 9.任意第三人合超额险也必须要投保 1个月只花几百块将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 超划算的 我们有客户擦伤扭伤机车手机医务破损 医药费只花几千块 修理费3万多 最后跟对方和解10万 像这位粉丝过期没有投保 遇到这样的案件自己要赔10万 你可以接受吗 我是秀杰你有保险问题可以私讯我